北京人喝酒的一些讲究和习惯 北京人喝酒讲究有来头 只要你想喝那道理多了去了 逢年过节喝酒那叫喜庆酒 结婚喝酒那叫喜酒 孩子把满月叫满月酒 亲戚串门朋友聚会叫五酒不成喜 北京的酒文化很早之前就有记载了 众所周知我们老百姓喝的就是二锅头 为什么叫二锅头呢 取第二锅烧制的锅头而得名 而且这酒喝了真不上头 要想二锅头还得是精炎的瓷皮小酒 酒是52度的精粮酿造 瓶身上有精具联谱元素 满满透露的精味 一滴落四瓶一瓶三两只要79 点击下方小黄车 您就知道是看我上头还是喝酒上头了